还要吃的东西也要特别注意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长女连慧欣代言的保健食品威力仙 现在被揭露含有禁药成分 而曾经帮姐姐写过推荐文的弟弟连胜文 这下子恐怕也有代言不识的问题 连胜文坚强调她自己只吃过了第一代产品 同时还帮姐姐连慧欣缓杂说 应该不知道成分有问题 现在一切交由司法调查 大姐连慧欣代言保健食品被查出含有尚未何可的成分 让曾经服用眼帮忙写过推荐文的连胜文受到波及 因为这个是第二代的一个产品 我并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成分 这个我没有办法评论 因为我没有用过 我不认为它 我不认为它了解 这个第二代产品当中的有争议的这个部分 我不认为它有这方面的了解 忍不住替姐姐喊冤 不过连慧欣挂名公司执行长 对自家产品成分不了解 这样的说法恐怕难以服众 这个部分既然已经进入了这个 由司法机关来调查的这个部分 我认为依法办理 这个也是只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程序 我想可以把它事实厘清 林生文强调依法处理 只是今儿2008年就成立 但五年后才爆出问题 时间就在七合一选战布局前 如果说我决定要参选 我认为这个应该只是开胃小叠吧 不能算是连前菜都不算 所以我想等到要上煮菜的时候 我再来想办法让病毒尽欢 那么之前我想 因为我们并没有决定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也没办法评论 虽然还是没表态 但天外飞来这一笔 无疑会是连胜文参选之路的荆棘 加上近来食安风暴延烧 更被放大检视 有段TV浪尔胜李黄轩台北报道